我出生住這間這樣的屋 然後告訴你 做人是要奮鬥的 是不是要堅持的 然後你問我你做了什麼 沒有 你會不會聽我說話 如果你認識了我五年的時候 其實我當時是做個人訓練 我是教人做運動的 三年剛剛好 我剛剛是轉型做現在我所做的事 如果你認識了我四年 我仍然是一個全職的個人訓練 我是教人做運動的 你很清楚我的背景 如果你打算我讀一些 coaching、consulting、psychology、philosophy public speaking、communications 我會給一個答案給你 會令你很失望的 我通通都沒有在學校讀過任何東西 No 我所做的現在所有的事都是自學的 我是沒有跟過任何師傅 有一次很突然 我想 我記得當時有麻西 有幾個是做我這行的朋友 他問我一個問題 他問我 他問我 Bride 其實你的老師是誰 我的老師是誰 我僅如的國語我已經說過了 我老師是誰 我說你的老師是誰 我老師就是陳安芝 我是誰 台灣很出名 他是 Tony Robbins 的華人首席徒 你的老師就是陳安芝 他很出名 然後他的老師就是 Tony Robbins 你的老師就拿著 Tony Robbins 的名字出來收學生證 因為他是 Tony Robbins 的華人首席學生 所以你就要光顧他 然後你就做了他的學生 邏輯就是這樣 他全都說了很多名字出來 他全都不認識是誰 他說 Bride 你呢 我的老師是誰 我告訴你我的老師是誰 Nelson Mandela 是我其中一個老師 Muhamah Ali 是我第二個老師 Mandua King Jr. 是我第三個老師 Bruce Lee 是我另一個導師 Bill Clinton 是我另一個導師 Braco Obama 也是我其中一個導師 Jack Bezos Amazon 的 CEO 也是我的導師 Phil Knight Nike 的 CEO 的 founder 也是我的導師 然後一群人都看著我 我說學習 就不一定要人用槍 搗著你的頭來學習 你會找東西學的 你會找東西學的 Winston Churchill 是我的導師 因為有很多很Iconic 的 其實你不認識是不行的 因為現在的世界 為什麼會形成現在的order 或者是這樣的狀況 有幾個人物 出現了改變 整個世界的歷史 其中一個就是 Winston Churchill 一個人改變了整個歐洲歷史 扭轉了英國的命運 如果不是 或者今天英國是屬於德國的 整個歐洲是德國的 有機會 看看他的歷史 所以 後來居上 功夫有的東西 後發先知 你可以先走 走快點 我將會後發先知 你快點跑 我後來居上來 有些人說出身好有優勢 我不知道出身好是否有優勢 我不知道 因為我不是出身好的人 但我好意告訴大家 肯定不是劣勢 還是很正 因為我明白人生的就是 無論我擁有什麼都是正的 我沒有什麼都是正的 有些人就說 你都是廢話來的 窮出身哪有好處 你瘋了 有很多這樣的comment 他就是不明白 怎樣用所有的東西 作為你的優勢 狂出身不是優勢 你不是傻了 你玩了一陣子 我問你 由沒有到有這個歷程 你一手一腳自己來 還不是優勢 你有了資格 告訴別人 什麼叫奮鬥 什麼叫夢想 什麼叫堅持 什麼叫靠自己 什麼叫靠自己的想法 跟著當一個團隊 跟著你做一朵 你貢獻給社會 跟著你令到你父母很欣慰 令到你的子女很驕傲 這些還不是好處 反過來 如果我爸爸 什麼都給我 我一出生住這間這樣的屋 跟著告訴你 做人要奮鬥的 是不是要堅持的 跟著你問我 你做了什麼 沒有 不好意思 我現在出生了 就是住這樣的地方 我不用做任何事 我不說那麼久了 私家在外面等著我 去酒店約了一些朋友 吃飯 跟著今晚去喝酒 你會不會聽我說話 如果我的背景是這樣的 所有的事都是好處 所有的東西在你身邊 無論什麼都用它來製造武器 你出生好的是一個武器 出生熊是一個武器 讀了好的大學是一個武器 讀一些九樓學校的也是一個武器 住母屋也是一個武器 你住一些很漂亮的屋也是一個武器 什麼都是武器 什麼都是優勢